按在六道天阿修罗人畜生鬼地狱之中 阿修罗道对于我们而言最神秘 绝大多数人对阿修罗道一无所知 这主要是因为人类的文学作品中对他们描述很少 知识性的介绍文字也很少看到 本文转载来的是一位研究者 通过对佛经中有关阿修罗道众生的描述进行综合而写成 对我们了解阿修罗道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阿修罗是范文音译 汉译佛经中还译为阿虚罗 他索罗 他苏罗 他苏洛 他虚伦 他虚伦等 音译为非天 非同类 不端正 不久神 他们是佛国六道众之一 天龙八部神之一 说他是天神 却没有天神的善行 和鬼域有相似之处 说他是鬼域 可他具有神的威力神通 说他是人 虽有人的七情六欲 但又具有天神鬼域的威力而行 因此 他是一种非神非鬼非人 介于神鬼人之间的怪物 佛经中的阿修罗网很多 最著名的有四大阿修罗网 一个叫彭亚 一维永剑 是阿修罗与帝氏天作战的前军统帅 一个叫罗千驼 一维吼声如雷 一宁宽肩 因其两肩宽阔 能使海水汹涌 向吼如雷宁 一个叫皮摩至多罗 一维花环 其行有九头 美头有千眼 九百九十手 八足 口中图火 一个叫罗吼 一维富账 因其能以聚首富账热热之光 每位阿修罗王都统领千万名阿修罗 称为阿修罗众 或称阿修罗眷属 佛经还说阿修罗男 身形丑的 阿修罗你 断正美貌 由于阿修罗王众多 其行不一 阿修罗王的形象 也有多种说法 有的九头千眼 口中出火 九百九十手 八足 身形高越虚拟山四倍 有的千头二千手 足彩大海 深越虚拟山 有的三头六臂 三面青黑色 口中图火 愤怒裸体香 这些形象都难表现 画家们往往化作一面三眼或三面六臂 或四目四臂 手托日月 双阻力大海 深夜虚拟山 佛经中有关阿修罗王的故事传说很多 敦煌石窟中除了静电画中的阿修罗王画像外 还有很多单独的阿修罗王的画像 其中最早最高大 最完美的是西魏第249窟中的阿修罗王变相图 阿修罗王的形体和图中每一神怪人物 建筑物几乎都代表一个故事 约有十几个故事 现选几个比较生动的故事讲述如下 一阿修罗王身形高大的故事 杂欲经中说他修罗王的前世曾是一个穷人 住在一条大河边 经常过河伐心丹柴 大河经常发山洪 水深浪大 他曾数次被河水淹没 幸而生还 一次打柴人渡河丹柴 身没急流 无所就迟 随浪飘转 即将死亡 愤而挣扎 幸而又出水得救 此后不久 有一位辟之佛 换为佛门僧人来到打柴人家门口 化缘起时 这个打柴人看到佛门僧人来到自己家中 感到十分欢喜 洁净家中所有食物 设斋饭供养 辟之佛吃过斋饭后 将食拨扔到空中 腾空而去 打柴人看到十分惊异 面对辟之佛的去向 向天发誓愿我来誓 身形高大 一切深水 无能过息 由于这个因缘 打柴人得到福报 身形巨大 似大海水 不能过息 绿大海中 深过虚迷 守聚山顶 向下观看刀立天宫 图中巨人 绿大海中 水不过息 深过虚迷 守聚山顶就是阿修罗王前世 为打柴人时所发的试验 而阿修罗王多目多臂的故事 在观佛三位海境中计数 在宇宙结出之时 活起一节 雨起一节 风起一节 地起一节 地结成时 有一位名叫光阴的天神 飞行到人间 在大海中洗浴 由于在水中洗浴的缘故 四大精气变入深重 身上触水感到十分快乐 因此情不自禁地将精子流到水中 八面之风 吹来吹去 将这精子吹入淫泥之中 自然生成一篮子 经过八千余岁 这篮子破裂 生出一个女子 吉阿修罗的母亲 其身形青黑 犹如淤泥一般 有999个头 头上有千眼 999口 一口四牙 牙上出火 犹如霹雳一样 24只手 手中拿着一切武器 其身体质大 如像须弥山一样 一次 她到大海中 胎水自了 由股山风吹到大海上 水晶变入她的身体中 由此便怀身孕 经过八千岁之后 生下一个男儿 身形巨大 是她母亲的四倍 生有九个头 一千只眼睛 口中出火 由999只手 八只脚踩在海中 海上发出巨大的声音 名字叫做 皮摩制多花环阿修罗 此类鬼神只吃淤泥和莲花藕根 在肠儿寒境中也有同样的技术 阿修罗王的母亲 在大海之中浮游洗衣 水晶进入身中 生下一个肉卵 经过八千岁后 肉卵破裂生出皮摩制多花环 身有九头 头上有千眼 口长出水 手有千只 圈一只 而脚只有八只 敦煌石窟经变化中的阿修罗王 多是三头六臂 或是一头三眼六臂 第249窟中的阿修罗王是一头四目 两足四臂 九头 千手 八足的阿修罗王是无法画出来 画出来也没有美感 不知是什么怪物 古代的画师只能借鉴以少带多 对称完美的传统方法 给人们创出一个高大 对称 完善的阿修罗王的形象 据敦煌研究院赫世哲先生的研究 第249窟中 阿修罗王一头四目 两足四臂的形象 就是表现上述故事的 三阿修罗王守仗日夜的故事 在正法念出经中 计数了阿修罗王两次守仗日夜 造成日十月时的故事 第一次是这样计数的 天地的怨敌住在大海的底下 名叫阿修罗 阿修罗有两种 一种是属于鬼域道童馆 一种属于畜生道童馆 鬼域道童帅的阿修罗 妖魔的身形 恶鬼的恶性 有天神一样的神通威力 畜生道童馆的阿修罗 住在大海底层 虚弥山侧 阿修罗民众生活在大海底层 八万四千游巡的地方 他们的生活居地 分为四处 第一处地处海底二万一千游巡 这是罗侯阿修罗王所同管的居地 这位罗侯阿修罗王在欲界之中 身形变化 可大可小 随心所欲 但他身形卫义的大小 常常由人们行善和不行善来决定 一时这位罗侯阿修罗王心中想起 我应当观看愿敌帝是天主的游戏极乐之源 看看他是怎样同天公寓与欢愉 自意享受的阿修罗王这种念头一产生 立即美式庄严自己的身体 把特大的青鱼珠 拨头魔珠 光明微的珠 还有金玉五色赤珠 戴在胸上 又将青赤黄黑等艳丽杂色的衣服穿在身上 作为甲皱 全身珠光宝器 光芒交映 此时 阿修罗王身形变得巨大 如同虚泥山一样高 变身珠宝 光芒万丈 大青珠放出青色光芒 其他黄红黑宝珠亦放出各自的光芒 阿修罗王看到自身光彩药木 便产生高傲自大之心 自我吹嘘天上地下 没有一人能与我相比 我要让天公寓与和所有阿修罗美女敬爱我身 阿修罗王说完后 便从王城走出 他的王城 名叫光明城 纵广八千游巡 城中有数不尽的花木宝林 清泉玉池 各种莲花 阿修罗王采摘鲜花 做成花环 戴在头上 身上涂抹茗香 散出方向之气 阿修罗王从王城生起 要到天界去观看地是天主的娱乐之园 此时 如果世间之人 不行正法 不孝养父母 不尊敬僧人和婆罗门长者 不依法行 不奉三宝 不观善法 天界的诸位天王和天神天子的势力就会全部减少 四大天王辗转相告 全都躲避逃逝 恐怕狮子而罗吼阿修罗王犯上天公 来杀我们 如果世间之人 修行正法 孝养父母 静世师长 供养僧人 尊老爱幼 一切天王天神天人的势力就增大 此时 四大天王用各种宝衣装严起身 涂抹各种冥香 来到天空 天上就会如雨落下各种宝刀利剑 一切天重 心生喜悦 来到须尼山侧 发出大呼 犹如雷鸣 阿修罗王只听天空声震如雷 却不见天王天人 想进入天界 观看天王的陵园 带日文天子的千万道光芒照 在阿修罗王身上所带的宝珠上 珠光闪耀 炫目难争 使阿修罗王无法看见诸位天王的极乐之源 此时 阿修罗王十分恼怒地说 日伦天子用日光耀我目 不让我观看天公寓里 我就用手掌挡住日伦天子的光芒 要看一看天公寓里的可爱美貌 阿修罗王说完之后 立即举起一手 挡住了日伦天子发出的光芒 立在大海之中 海水只咽到了阿修罗王的腰间 身上的宝珠发出了青黄赤黑四种光芒 阿修罗王已守仗日 人世间那些凤行外道 邪见的论导师就发出了各种邪见 一说 阿修罗王十日 天中才会出现赤色黑色 并以此凶急 推算人的寿命 那些不识素页果报的相识 也发出种种预言 有的说 日时之年 人间丰收 有的说 日时之年 人间糟灾 有的说 日时之年 必有兴获 王者更加 有的说 日时之年 必有极庆 当初圣人 当阿修罗王已守仗日后 看到了诸天王的园林宫殿 清泉玉池 有了之处 帝氏天主见到了 是已如此 就下令各天王天子 庄严宫殿 命运各天王天子用各种珍宝 天衣装饰其身 要与阿修罗王争斗相战 决一胜败 罗侯阿修罗王看到天王天众如此神威 气势破人 自知不如 急忙归还自己的功成 月时又是怎么回事呢 正法念出经上说 阿修罗王的一些眷属官员经常游行在大海上 常常看见月轮天女游玩在幽陀岩山顶 飘行在人世间 居住在皮琉璃光明之中 端庄美丽 胜于天宫玉女百倍 这些官属便到阿修罗王宫 对阿修罗王说 大王 我们看到满月天女 端庄美貌 强于天宫玉女百倍 阿修罗王听完此话 便生爱慕之心 想即刻看一看这位月轮天女 阿修罗王便用无数宝珠 宝衣庄严其身 以守仗日月 像观看天女一样 观看月轮天女 阿修罗以守仗月后 月光被遮 天空变暗 如上所说 人世间的邪见咒术师 即刻念出咒语 一切国土 村落 诚意 重复宿灭 一切人世间众生 重复宿灭 一切婆罗门中 重复宿灭 如果月光变成黄色黑色 世间的相识又做出如下预言猜测 有的人说 月时之年 人渐丰收 有的说 月时之年 人渐灶灾 有的说 月时之年 必有兴祸 亡者更加 有的说 月时之年 必有极庆 当初圣人 有的说 月时之年 必有兵刃 其余国境 有的说 月时之年 必无兵有 天下太平 这只是人世间的说法 而在 渠陀尼 富婆体一端月三大周随着方位 发生月时 但无各种邪见欲说 由于这个缘故 月亮被掩蔽 名叫月时 又由于阿修罗王前后两次掩蔽日月 发生日月之时 天降大升 第二次是这样计数的 阿修罗王住在大海之下 一次他的官署对阿修罗王说 大王 第四天主住在须弥山顶善剑城内 坐在善法天宫 诸位天神天人功德无量 五欲俱足 眷属天女围绕 极尽响了 欢愉无比 第四天主是天界之主 大王现在也是我们所尊之主 大王威力巨大 神通亦能战胜第四天主 可率领我们攻打第四天主 夺取他的善剑城 阿修罗王被官署们挑唆 立刻恼怒 分威纵怒 率领阿修罗官署文武大臣 将向士兵 从海底光明城出发 喉声巨大 犹如雷宁 此时 人世间各国的相识听到天界的雷宁之声后 说天寿下凡 才有此征兆 他们做出各种各样的预言猜测 有的说 此年疯了 人民安居 有的说 此年灾荒 五谷必贵 有的说 此年必兴 亡者更亡 有的说 此年极庆 盈盈家祥 有的说 此年必获 兵起境内 有的说 此年太平 无有大便 有的说 天降神威 必有感应 清洁设斋 半神求福 种种预测 不可禁言 阿修罗王率领官署将士出城 忽而想到 我身上的日月宝珠应当留在城内 为我的子孙民众照明 如果没有宝珠 城内就会无光明 天界也是这样 有日月天子 才会有光明 如果没有日月天子 天界也会黑暗 就如明间 我宁可掩蔽日月 令天界黑暗 也不能使我的城中没有光明 阿修罗王这样一想 从光明成纵深而起 即用一首障日 一首障月 使日轮天子和月轮天语的光明不照人间 此时 世界的愚人各国的相识看到月日相识 便做出各种凶极灾祥的预言猜测 如上所言 阿修罗王仗毙日月光明后 又用一手按在须弥山顶 要和帝氏天主战斗 决一胜败 但阿修罗王毕竟是出圣道的猎神 却少智慧勇气 见到帝氏天主 天王天人庄严省威 其实不凡 威的光明 心中立即一律后悔 没有在战之力 带领自己的官属将士 归还海底 回到光明城里 这是阿修罗王第二次仗毙日月 时日日相识 天生正后 第249窟阿修罗王图 和其他经变化中的阿修罗王的形象 最大的特点是立于大海 双手上举 一手托日 一手托月 这一形象就是上述故事的具体表现 四阿修罗王与天争斗的故事 阿修罗王是佛国天龙八部护法神之一 又是一位好战的歌神 佛经与祭述阿修罗王与帝氏天主争斗的故事很多 现在录三个情节丰富生动 又与第249窟阿修罗王图有关的故事一写如下 在长阿寒境中祭述 有一位大阿修罗王 名将罗侯 住在须泥山之北 大海之地 海水浮悬在他宫殿之上 四面的丰护持者宫门 他的王城纵广八万游巡 内外七重城阔 高达三千游巡 京城迎门 园林清泉 众鸟和鸣 他的身形高出蓄弥山一万游巡 高达二万八千游巡 每月十五日 到大海中化县巨大的身体 海水只咽到他的旗下 头却高出蓄弥山顶 首杖日月 日月天子见其丑行 惊恐害怕 不敢出来 所以天地失去光明 在阿修罗王游乐观赏大海和须弥山时 有一股自然之风 吹开了天宫之门 此风吹地的静 吹花花开 阿修罗王的五位大臣 第一名叫桌池 第二名叫雄历 第三名叫武艺 第四名叫投手 第五名叫崔福 枯卫在阿修罗王的前后左右 阿修罗王看到天宫之后 心中忽而想 我有这样大的威的神通 力大无穷 又有这么多的文臣武将 为何处于刀立天宫之下 日月诸天神在我的头上来往行走 我一定要捣毁天宫 取日月做我的耳当 大阿修罗王越想越愤怒 决心与天战斗 便命令射魔梨和皮魔智 多两位阿修罗王 以及诸大臣武将 各备兵马武器 前往天界 与天开战 当时阿修罗王的部署南驼 和拔南驼大龙王首先出发 用龙身缠绕须弥山七周 须弥山立刻煽动云步 两位龙王又用龙尾拍击大海 掀起重重巨浪 汹涌的巨浪盖过须弥山顶 道立天主见此情景 便对天神天人说 阿修罗王又要与天开战了 海中的中卫龙王 大龙罗金翅鸟王神 石花长乐二鬼神 你们各持武器 率领天人先同阿修罗王交战 若是不能取胜 就跟向四天王宫 不得让他反上天宫 道立天主先报告给了帝氏天主 帝氏天主又通报天宫诸王 阎罗王 他化天王 无数天王天神 天兵天将和各海的龙王都到帝氏天攻击中 帝氏天主命令说 我军要能取胜 一定要活捉阿修罗王 把他五花大榜带到善法堂 让我看看他 大阿修罗王也对他的文臣武将下令说 我军如果能取胜 一定要活捉帝氏天主 把他五花大榜带到七叶堂 让我看看他 两军大战 兵刀相接 互相厮杀 但无伤亡 只是被击中者 感到疼痛苦恼 此时 帝氏天主现身变化 身形巨大 头又牵眼 手执金刚柱 投出焰火 向阿修罗王奔来 阿修罗王的官兵见到后 恐惧惊慌 不敢再战 纷纷逃奔 帝氏天主帅君乘胜追击 阿修罗大败 天兵天将活捉了阿修罗王 押解到了善法堂 五阿修罗王为女争宠的故事 正法念出经上技术 皮膜至多花还阿修罗长大之后 在海上游行 看到天界诸位天王天神 身边都有美貌的玉女围绕 尽情的娱乐 便回到宫中对母亲说 天王天人都有抗力成双配对 为何我孤单一人 没有美女相配呢 阿修罗的母亲说 大象山上有天神 您叫干达婆 这位天神有一个女儿 美貌多姿 如花似玉 她的肤色比白玉还洁白 身上的毛孔里都发出美娜的音乐声 我想为你聘取她 不知能否达到你的心愿 阿修罗听后 十分欢喜 对母亲说 那就太好了 希望母亲很快前去求亲 阿修罗的母亲来到象山 对象阴神说 我有一个儿子 威力自在 四天之下 无人相比 你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能嫁给我的儿子吗 象阴神的女儿听说后 十分乐意 便随阿修罗来到阿修罗王宫 双方结婚 成为一对恩爱夫妻 过了不久 相依女便怀身孕 经过八千岁之后 便生下一个女儿 其女长大之后 出落得端庄秀丽 美貌自容 天上地下 没人可与她相比 阿修罗看到自己的女儿如此美貌 可壁花秀月 宠爱无比 视为掌上明珠 天帝是主听说阿修罗王有一美貌无比的女儿 就派天神向阿修罗王求婚 愿娶她的女儿做王妃 天神来到阿修罗王宫 向阿修罗王说明来意 阿修罗王对天神说 帝是天主如果能让我做七宝宫殿 我就把女儿许配给她做王妃 帝是天主听过阿修罗王的回话后 立即脱下宝冠 扔入海中 变为宫殿 以修行实善的功德 使阿修罗王坐上了七宝宫殿 阿修罗王欢喜无比 同意把女儿嫁给帝氏天主 帝氏天主乘坐六种宝车 前往阿修罗王宫殿迎娶阿修罗女 又把阿修罗女迎至善法堂上 正式奉为王妃 赐名为月异 天宫的诸位天王天神天人看到月异王妃后 没有一人不喜欢的 大家都说这样漂亮的美人 我们从没见过 看到她的人是是洞望兮 是南望北 连身上的毛发汗孔都生喜悦 一次 帝氏天主到欢喜园里 和天宫玉女在清泉中喜悦 玩了嘻嘻 月异王妃看到这一情景 心中立刻醋意大发 渡火顿生 暗中派遣五位夜叉鬼前往阿修罗王宫 告诉父王 现今帝氏天主已经变心 不再宠爱女儿 常与天宫玉女在欢喜园玉池中嬉戏欢愉 希望父王替女儿做主 阿修罗王听过此话 心中气愤无比 立即率领部署四兵前往天界 攻伐帝氏天主 阿修罗王以自己巨大的身形 立在大海 占据须尼山顶 999支巨手 同时巨座 震撼善建成 摇动须尼山 似大海水 一时浪起波涌 惊天动地 帝氏天主见此情景 惊慌害怕 不知所措 此时 宫中有位天神对帝氏天主说 天主不必惊慌害怕 过去佛陀曾传授你般若波罗蜜咒经 只要天主送念此咒经 就会催浮阿修罗王的神将鬼兵 帝氏天主听后 立即生作善法堂 敬焚各种名香 发大誓言波罗蜜咒 是大明之咒 是无上之咒 是真实不虚之咒 我吃此法 当成佛道 能令阿修罗王病重自然退散 帝氏天主发誓念咒之时 天空突然出刀轮 由于帝氏天主功德和咒语的显灵 牵制刀轮自然而下 砍在阿修罗王的身上 阿修罗王的耳鼻 手足全被砍掉 同时落入海中 十四大海水边的血红 就如棒桌的颜色一样 阿修罗王惊恐万分 走投无路 最后钻入莲偶思孔中躲避藏身 六阿修罗王剧《不叫你的故事》 在《辟语经》中 还记述了与前一故事情节大同小异的故事 过去诗诗 有一位阿修罗王 名叫罗侯丈日 生有意你 断装秀丽 美貌不凡 十分其客 女得六十四种 无不具足 口中说话 吐出的气味犹如幽菠萝花的芳香 身上毛孔发出的气味 胜过牛头沾痰的香气 面色红润 肌腹如玉 见过他的人 没有一个不许爱的 第四天主听说之后 心中思念天宫中玉女虽多 也十分端庄美貌 但没有一个可与阿修罗王的女儿相比 如今我要调集天兵天将 攻伐阿修罗王 夺取他的女儿 做我的王妃 第四天主决定之后 召集诸位天王天神 共同商议此事 诸天王对第四天主说 此事可行 但先派月神守之九十一贤琉璃琴 到阿修罗王宫 弹琴各赞天王天人 享受极乐之情 愿娶阿修罗王女儿为王妃 如果他不答应 我们就用武力夺去 第四天主同意各位天王天神的建议 便派遣乐神伴这一携带月器 严价启程 前往阿修罗王宫 到达之后 先谈请各赞天人之夜 后述欲取阿修罗王女儿之意 并对阿修罗王说 如果不把女儿嫁给天主 天主将帅天兵天将 武力夺取 阿修罗王听说后 气愤无比地对乐神说 你去告诉地是天主 我有巨大的神通和强大的兵力 足以和天兵天将对抗 想夺取我的女儿 是办不到的 乐神伴这一即刻返回天宫 向地是天主汇报了阿修罗王的回答 阿修罗王调集兵马 来到逊尼山侧攻打地是天宫 先毁坏驱角天宫 后又毁坏封天宫 马天宫等天界的各种宫殿 乃至四大天门 地是天主见阿修罗王七十威力 不可阻挡 突然想起人王护果静咒 此咒一念 阿修罗王的兵重 渐渐败退 阿修罗王将残兵败将引入 居西池莲藕孔中 帝氏天主从四大天门出兵 乘圣追阿修罗王 所到之地 只见满地是刀枪弓箭 却不见阿修罗王的一兵一组 帝氏天主率兵直入阿修罗王城 只见城中有数千万阿修罗女和眷属 却不见阿修罗王 帝氏天主就把这些阿修罗女和眷属 全部押界到刀利天宫 此时 阿修罗王和大臣武将来到天宫 哀求归还自己的臣民眷属 对帝氏天主忏悔祈求地说 我等于你无知 不认佛弟子神力巍巍 我等先祖也曾奉信如来佛法 吻平佛有八戒 不取他人之物 今天天主将我等眷属全部带到天宫 这不是佛弟子应当做的事 帝氏天主听过阿修罗王的话后 心中不乐 有所思量 我宁可把阿修罗王眷属归还 也绝不能违犯佛法戒律 帝氏天主这样一想 立即把阿修罗女和眷属送还给了阿修罗王 此时 阿修罗王把自己最心爱的女儿 奉献给帝氏天主为王妃 帝氏天主也把天宫最甜美的甘露美酒作为回报 奉送给了阿修罗王 从此阿修罗王和帝氏天主和好 共同修持佛法 三规八戒 注释 劫出 劫是一个很长的时空概念 即世界生成一次 毁灭一次 称为一劫 劫出就是世界刚生成时 地劫成时 地水火 风是宇宙的基本元素 人身动植物 世间的万物都是由这四种基本元素组合成的 经过火劫 水劫 风劫 最后生成的结 地劫成时 就是大地生成之时 四大即是构成万物的地水火风四种基本元素 这四种元素能造就世上的一切物质 顾民四大 据据社论中说 地大的属性为坚 作用为保持 水大的属性为湿 作用为射极 火大的属性为暖 作用为成熟 风大的属性为洞 作用为生长 由寻古印度长度单位 相当于马走一天的距离一约为六十公里 欲界宇宙分为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 在欲界中 终生有食欲和淫欲 此界为友情之住所 上自六欲天 中自人界之四大洲 下之无间地义 君位之欲界 四大天王是帝氏天主的四元外将 在须弥山的山腰 有一大山名叫尖陀罗山 此山有四丰 每一丰上有一天王居住 各户天下一周 一名户是四天王 东方持国天王 南方增长天王 西方广目天王 北方多闻天王 瞿陀罗尼 福婆提 玉丹月 佛教地名 佛教以须弥山为中心 把世界分为四大洲 南方占布州 梵文就义严福提 东方圣神州 梵文就义福婆提 西方牛霍州 梵文就义瞿陀罗尼 北方瞿卢州 梵文就义玉丹月 四大洲中 北方瞿卢州最强盛 此周人民寿命千岁 一时自然 而当古代用金玉做成的儿事物 如儿环而坠一类 善法堂佛教名词 是帝是天主的讲堂 在须弥山顶喜建城外之西南角 七叶堂佛教名词 是大修罗王的讲堂 在光明城中 千达婆天神 是天际的月神 一名香音神 不失酒肉 紫石香味 全身发出香气 天龙八部护法神之音 古代画家经过长期的创作 其形象已变成美丽的飞天 四兵古印度把象 马车布四种兵种称为四兵 此文形容军队人马多 善建城建名 是帝是天主的功成 有的经典中也一座喜建城 位于须弥山之绝顶 般若波罗蜜经 全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简称为心经 此经莫为有大神咒 还有一经名人王护国 般若波罗蜜经 此经中有咒语 颂持此经 可免亡国之难 此故事所颂之经 可能是后者 有波罗花即是莲花 古印度盛产此花 有青红白三色 纯洁而香 是佛教的吉祥物 牛头粘坛植物名 香料树 亦称是坛香 因产自印度牛头山 故名牛头粘坛 其香气浓烈 是名贵香料 亦为一种药物 半遮益有的佛经 亦亦为半遮于行 是帝是天的月神 在佛经中常弹琴歌 诵佛的佛法 据西池天界某名 其一不祥 三规八戒三规 即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僧 表示对佛 法僧三宝的归睡一父 八戒 即不杀生 不偷大 不淫欲 不妄语 不饮酒 不睡高广华丽之闯 不装饰打扮即观听歌舞 不识非识之时即过舞不识 这是佛教位在迦南女教徒制定的八条戒律 虽比五戒要求更严 但他不像五戒那样终身受持 只是临时奉行 多着几周几天 勺着一天一夜 受戒期间 过一种近似僧人的宗教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到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